念佛人天天希望的 就是求生人 在这个大灾难的时候 最后一面是念佛 肯定能见到阿弥陀佛的见语 这是真往生 念佛人 现在有很多祖念 还有组织的 像祖念团之类的 为亡人祖念 这个人是不是真的亡生命 祖念的时候有瑞相 全身柔软 瑞相稀有 头顶也发热 是不是真正往生 未必 身体也是这个瑞相 来身到人间 得大福报也是这个意思 所以不一定是身体 不一定是真正往生 真正往生 是他临走的时候 告诉大家 佛来 接引 我去了 这是真的 如果他们自己没有说 就靠不住 还有一个现象 也能证明 这人已经断气 是不是真往生 你求他托梦给你 或者是 有这个缘分的话 请他附提 告诉我们 他是不是真正往生 这个消息 也是很可靠的 绝不是被附提的人 胡说老道 他不可能 因为真正往生 他有这个能力 不是真正往生 他没有这个能力 这是我们从正确的渠道 得到信息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还是自己 因此 亡人 在临终 断气的时候 要不要 去探测 他的温度 摸摸 他的头 手卷 应该不需要 世中经 量里面 讲得很清楚 最好 断气之后 八个小时 不要动他 这是关键的时候 他如果没有往生 这八小时 中阴神 没离开 就是说 他的灵魂 没离开 他有知觉 你去碰他 他生烦恼 烦恼起来了 他就到过道 不但他的身体 不要碰他 他那个床 都不要碰他 这对他真正 绝不让他生起烦恼 八小时 八小时 念佛 帮助他了 灵魂没走 希望他 跟着我们 念佛的人 一起念佛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许多多人 不懂这个道理 不了解 此事真相 随便去碰他 这就叫 愚人亲 带出 这是给他找麻烦 他们有这个定功 才能不顺烦恼 烦恼两种 一种家亲 倦树 哭哭啼啼 让他生起 亲情 他走不了 亲情生起来了 又要高伦慧 摸出他的身体 他生起 嗔恨心生起来了 怨恨心 这个很麻烦 都不得我到 很可怕 所以在这个危机的时候 灾难的时候 困难的时候 最重要是把心定下来 如如不动 清净心生智慧 智慧能够正确的 解决 所以安文非常重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